就是那个污染一旦出来的话呢 那问题很大很大 光是救援 如果真的在极圈出事的话 从加拿大派一个长城直升机到那个地方 都要花上大概一整天左右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船员哪有办法 在那边恐怕一个小时都挨不过 可能就已经被冻死了 更何况讲到如果今天还有漏油的问题 该怎么处理 但不管怎么说呢 大家有很多的战略思维 在这个极圈的这个土地 这个海域当中 怎么样各自有所动作 希望能够霸占一方 进段广告我马上回来 环绕北极圈的呢 一共有八个国家 包含了俄罗斯 美国 加拿大之外呢 其他的北欧国家 像是丹麦 挪威 芬兰 瑞典 跟冰岛 那么这八个国家就组成了一个 北极理事会 这个理事会 过去呢 行为人知 也比较少被人家拿出来讨论 因为一般来说 他们讨论不出来一些 比较具体的成果 但现在随着气候暖化的关系 北极圈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 可以被开发 现在这个理事会 很多人都很想进去 包含了中国 中国等了七年 终于在今年五月 他们如愿以偿的成了这个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 在今年同样成为观察员的除了中国之外 包含像是日本 韩国 新加坡 甚至更热的印度 都成了最新的观察员 整整等了七年 中国大陆终于在五月十五号 如愿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之一 公开场合上 北极理事会的八个成员国代表 包括美国国务卿凯瑞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内 都表现得乐观其成 私底下 说话最大声的加拿大汉俄罗斯 一直对此存有疑虑 前一天的闭门会议中 赞成于反对阵营 历经激烈争辩 好不容易才批准大陆的申请 第一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了解 第二个是保护 第三个是可持续利用 北极理事会成立于1996年 成员国包括加拿大 丹麦 芬兰 宾岛 挪威 俄罗斯 瑞典 和美国等八个还北极圈国家 法国 德国 荷兰 波兰 西班牙 和英国 则早已是正式观察员 世界大国争相加入 让北极成为人类历史上 最新的一个地缘政治区域 一个呢 它本身是各种资源 那么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蕴藏地 包括石油 包括天然气 包括渔业资源等等 还有一点就是 北极潜在的这种航线 一旦开发成功以后 那么对于全球航线的这种改善 会有非常大的意义 美国地址调查所2009年报告 全球未经碳刊的石油 北极圈底下就藏了900亿桶 占总除量的3% 未碳刊天然气更高达47兆立方公尺 占了30% 过去因为北极海厚厚的涌动冰层 开采难度极高 直到地球开始暖化 2007年夏天 北极出现前所未有的溶冰现象 NASA拍摄的缩时影像显示 4月到9月 同一区域的大片白色海边融化大半 2022年状况更糟 短短4天内 格陵兰冰员表层竟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过去只存在于探险家想象中 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 距离最短的西北航道就这样打通了 冰层消融为北极通航 旅游和开采资源清除了最后障碍 有实力的国家都想分一杯羹 上个月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 液态天然气田开始量产 是北极圈内第一个天然气开采项目 5月初美国总统欧巴马宣布将北极政策 正式纳入国家战略 而在2012年46艘通过西北航道的船之中 大陆的破冰船雪龙号赫然在列 前总理温家宝去年春天首度访问北欧 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拉拢 四个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支持 尽管观察员国并没有表决权 提案也必须经过成员国同意 但这毕竟是一张加入北极俱乐部的门票 凸显出北极理事会 已经从一个鲜为人知的机构 变成了当今世上最抢手的国际组织 好 如果今天你要参加这北极理事会 要成为它的观察员 这条件还蛮多的 包含了你必须要有这个实力 也有这个意愿 一起来参与北极相关的科学研究 以及环保工作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蛮特别的是新加坡 在今年也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 是所有的观察员里头 最靠近赤道的一个国家 赤道跟北极 这距离大概有一万公里左右 现在新加坡也加入到了这个组织 其实老师让我们来看 为什么新加坡要参加这个组织 大家也蛮好奇的 另外就是其实看到了北极理事会 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国际角力的一个战场 我们看今年中国大陆加入 可是就在两年前 俄罗斯还很高兴的宣布 他成功的把中国大陆挡在外面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今年4月 其实已经跟冰岛签了这个FTA 那冰岛是北极这个理事会的成员 那大陆有可能未来透过跟冰岛 在冰岛的北边是不是也能够开采石油 我觉得这是他们可能考虑的一个项目 但是印度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 它可以参加北极这个理事会 因为印度毕竟它有这个在这个北边 整个这个我们看到在西藏这个附近 这些涌动的这个地方 它有一些冰天雪地的这种科技 我觉得这个是它可以的 但是这个喜马拉雅山 这个让它有些经验 新加坡基本上真的是没有这些经验 除非它今天是有特殊 它有在这种北极的科技 或者这一方面能源方面它有做 可是以一个热带的国家我也怀疑 但是其他的国家 包括日本韩国 虽然离北极圈还很远 但他们毕竟如果今天 这个整个航道 开发出来以后 对他们是有很大的注意 所以他们对加入这个 这个北极圈当然是更有兴趣 特别是日本和韩国 是两个最缺能源的国家 那如果能源就从那边那么近过来 总比中东过来 还要经过马拉雅山海峡 这个要方便得多 所以我认为他们也有他们 能源供应的一个考量 所以老师你还看到 这北极理事会 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各国 角力的一个新的一个场域 我想这个还要等一段时间吧 这个起码就是说有共识去挖插 那个什么石油天然气 或者是有那个比较 就是这个战略上的一个考量的时候 那么就可能信息会比较高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 这个一上来到处去 去那个什么访问 这种访问外交来讲的话 对他来讲 未来会有很多这个什么 资源会产生 这个资源不是只是北极上的资源 而是全世界所有的资源 都被中国人拿走了 那我们在想就是说 所以两个极地的一个地方 如果刚才这个袁老师讲说 印度有这个珠峰的一个理想点 那中国都讲了 我喜马拉雅山是我的啊 对不对 所以他大可以这样的一个什么 一个思考就是了 很多问题啊 本来不是问题的 但是变成这个什么 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 大家就会考虑说 这个就是问题 所以中国其实动作真的很多 你看他从06年开始等 只要进入北极 理事会做观察员 等到了今年 总算是正式的如愿以偿了 另外呢 去年呢 北极也派了一个破冰船 雪龙号 还有在今年4月 跟冰岛签了FTA 还有我们在今天节目 一开始讲到 现在中国货轮 也走这个北极的航线 从大连的一路到路特丹 不过回头还要看到 是俄罗斯哦 董事长 其实俄罗斯在北极圈 这边动作真的是特别的多 他们其实 过去曾经就在北极海底 4200公尺的深度 去插旗 插了一个太金属的 他们俄罗斯的国旗 一方面有插旗这个动作 一方面呢 却又告诉大家说 这边没有东西可以分 这其实还蛮有趣的 感觉有点像此地无垠山来了 那俄罗斯呢 在北极海啊 这个插旗呢 它主要是为了 有一个海岸山脉 叫做 罗蒙龙 一个海岸山脉呢 从西伯利亚岛一直延伸到北极 点的那个附近 它是希望能够透过大陆旁的延伸的 的这种观点 把那一带 列入他的经济海域里面 那这是 其实在经济方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主要我看还是在军事方面 因为在他的经济海域里面 或者是他领海里面的话 他就可以控制别的国家 到那边进出的这种船舰 尤其是美国 美国这些年都在那里附近 非常活跃 在那边做很多的研究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 领海的争夺 其实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只不过是大家都说 你这个 这个擦那个其实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义 倒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北极 这个理事会 北极理事会呢 几个大家都有兴趣 我们也要看 更深一层的东西 像韩国在南极 有一个研究站 它就1985年的时候就设了 它在北极 在Spitsbergen北边 叫做New Ellison 有一个研究站 那个地方是在北极78度 北纬78度的地方 日本也在那里有一个研究站 印度呢在南极有一个研究站 它也希望能够插足在北极 所以这些国家呢 也是蛮active的 蛮 动作蛮多的 那新加坡当然我非常同意 他们两位的看法 就是你全世界的这种航运的这种模式呢 改变的话 它影响最大 就不走马六甲了 对 它必须呢 要参与 必须要了解 那中国嘛 当然它的interest太大了 它到处都要查气 到处呢 都要插一脚的 尤其是国际组织的话呢 它没有参加的话 根本没有面子 所以它一定要惨劲 不过我们等一下回来看一下 大家在北极圈呢 要抢这些资源 可以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今天广告马上回来 在这个月三号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才特别公开宣示说 北极是俄罗斯的 其实我们看到中俄之间 好像关系还挺不错 但是中国要加入北极理事会 俄罗斯可是强烈反对 你虽然看到他反对 中国加入北极理事会 但同时却又看到 他在一场跟北极有关的 一个会议当中呢 他却又欢迎说 要来跟中国一起合作 来研究跟开发 一些北极的相关资源 所以小小旗里长带我们来看 就战略角度来观察 其实中国对北极 这么一样的有企图心 某种程度来说 需要俄罗斯觉得要非常谨慎 然后戒心就会提高 他们两国之间在北极这一块 是怎么样一个既合作 又竞争的关系 这个俄国跟中国的关系 你看它好像好好坏坏坏 不过这几年来 应该2000年以后 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会好一点 因为这个什么 很多中国的一个资源 就是市场都放到俄罗斯去 俄罗斯也很多人到中国打工 因为它的边界太长 这是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美国跟加拿大